据央视报道 湖北省卫健委7月7日通报 6日零时至24时 全省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5例 均为境外输入 其中22例来自7月2日 阿富汗至武汉MF8008航班 对此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 官方微博领事直通车 随后发布禁忌声明 声明称 鉴于阿富汗国内安全形势复杂严峻 为确保载压中国公民安全 中国政府已提醒在阿 中国公民尽早离境并提供必要协助 近期自阿紧急回国人员中 检测发现有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有关地方正严格按照防疫规定 对相关人员进行隔离观察 并对患者进行治疗 对于个别资源留阿的中国公民 中国驻阿富汗使馆 已协助有需要人员接种新冠疫苗 并将在职责范围内继续提供必要协助 看到外交部这个通知 许多人终于安心了 原来是撤侨的飞机啊 由于美军不负责任的撤军 阿富汗国内安全局势急准之下 政府军和塔利班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 双方每天的伤亡都超过数百人 平民也有大量刺伤 多国已经关闭了驻阿灵贯 中国外交部此前曾多次发布公知 呼吁在阿中国公民尽早离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